过年必备的一道菜 红烧大肘子 肘子你就得像红标这么做 嘎嘎好吃 嘎嘎烂火 老香了 准备隔壁小媳妇给我送来只大肘子 咱们用明火给它了一下 去除旱泥味 咱们给它了成这个熊羊 猪肘子一定要给它烤胡麻的 咱们给它洗个冷水澡 大肘子洗净之后 咱们用碱子给它炸眼 方便入味 给它冷水下锅 来点料酒去腥 炒五分钟之后捞出给它洗净血沫 洗锅早放底油 再来点煮饭的冰糖 咱们不要着急 一定要中小火慢慢熬制 给它熬制早红色 咱们一定要给它加入温开水 这么熬出来的糖色呀 不甜味道还非常奇特 来点生抽蚝油 盐鸡精味精13香 放葱姜八角 灰皮香也干辣椒 再来点老抽 补下颜色 这个猪肘子汤就制作完成了 随后把这个大肘子放入高压锅 倒入咱们调好的汤 上盖压30分钟 压好之后 咱们给它放入锅中 给它收干汤汁 大肘子就制作完成了 肘子你就像我这么做 老好吃了 肥而不腻 这迢队 是微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